大家好,我是潘大帅,欢迎收看本集大观战来关键这一把,卡西的使徒绝活老使徒了,阵容方面的话,空军大副勘探祭司,这个阵容其实打使徒还蛮不错的,大副即便是吃双刀,他也能够将人救下来,然后呢,空军的话开枪救人相对来讲就更稳了,所以阵容这种我觉得蛮不错的,勘探员这边的话,牵制还是蛮强的,使徒的话前面是一只猫交在了祭司身上面,但距离拉得比较开, 看下这波祭司,前面这个窗口使徒这边的话带的是个金身,他带的不是个闪现,那这里,诶,骗红光板,骗红光猫,没咬中,没咬中的话这一刀可能就比较难为了吧,那这只猫,效果打出来了,本来以为没咬中的话,这个点位其实对于看来来讲还蛮有的操作的,那现在的话金身一顶, 应该就可以带走了,这金身交不交,交,很快的一个祭导,这个祭导也是非常快的,对于圈主来讲,即便是他们有两个比较,对于大使徒比较好的救人点嘛,但是这套阵容的一个修机度不够的,除非是勘探员能2-6,就这边祭司待会要给到一些洞的支持什么的,让这看来说2-6起来,但我觉得这比较难,使徒这边的话,直接放猫,然后打一刀逼你救, 然后猫定住以后打针对,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宝贝真摄,不放猫,要留着这个猫,这波我,因为我不是绝活使者,那肯定他对,但是我觉得其实可以放猫来防守,这边有点,刀没打出来弹开, 前面这个窗口,翻过去没打中,压了一只猫过来,封住这边进鸟笼的口子,然后压在这个点,等下一只猫,好,来带走勘探员,节奏上面来讲,我觉得,嗯,被群者打回来一些吧,这边的猫好了以后,勘探员这边还有飞轮,有一块磁铁,那边磁铁先交,卡住口子,那这样的话这只猫,可能还是要被弹啊,再一次弹开,我还有飞轮, 飞轮,哎呀,可惜,有没有队友过来,打个头,没有,没有的话,人二挂,祭司的机子修掉,还行吧,因为这波等于说是开那边,它是二六起来的,它是六起来的,呃,就是求者这边机子不够啊,祭司的话,这边要不要拉个大洞什么的,来跟队友连一手,空军的话这边,最后一台祭司小房,大副,祭司救人吗,这边空军,祭司, 大副好像都没有想法来救这个勘探员了,路人局吧,我觉得,嗯,其实是可以救一波,给到勘探员再一次牵制的机会的,那现在的话,这边如果说,哎,好的,大副被咬到,击倒,这边机子还是会被干扰到, 板子一破,它这个带踹板加速,是不带挽留的吗,啊,不带挽留的,而且底牌也不带,就金身刚到几了一个时期,那这个局不好打,你别说这个局,嗯,我觉得求人者有机会能打一个三人camping战三跑, 因为这套阵容,他们这里,如果说大副,因为大副的怀表可能会被逼他,但待会儿大副如果再摸一些道具出来呢,这开门战真有可能吧,因为使徒他并没有抓到第二波节奏,就刚刚大副那波节奏他没有抓到,他如果抓到奇怪的一个节奏呢,我觉得使徒保命真是,现在的话还真不好说,抓祭司的话,风险其实也蛮高的,开门战这个祭司很强的,医院的祭司, 那边在补状态,使徒这边是不愿意离开这个医院了,但求人者这边的话,可以再分一个人数去修机子,大副这边状态不好,真的,我觉得这把求人者有机会,就现在其实很趋向于一个平局,我说的有机会呢,就是比如说,可能一个55,一个45,两边的一个优劣,是我觉得现在还是求人者占一定的优势,就因为使徒他没有挽留,没有底牌,啥都没有, 这个局,求人者这边,空军的枪如果能留着,大副的怀表留着,真的很有秩序的,对的话,祭司拉开,使徒这边来选择,压机子还是怎么说,压机子其实会更好一点,他真的要把大副这个怀表给耗了,那么求人这边的话就需要重新取代机子了,重新取代机子,甚至翻一些道具,大副怀表交了,好的,但是还是被打中了, 那如果击倒大副,大副是个白板没有道具的话,好像使徒还蛮舒服的,这波主要是,怎么说呢,大副这边吃刀了,怀表也交了, 祭司应该是上去补机子了,空军这边的话也在外面重新开机子,看这大副击倒的时候,祭司的机子能不能修好吧,如果能拖到机子量也还行, 祭司这边,机子差了不多,始终没有抵抬了,这个金身,所以说这里的话没有太多的一个直接性的手段来击倒这边的大副,大副拖时间就行了,94的机子,空军那边可以去天门了, 就不知道空军,空军是个双坛,那祭司不论不活命啊,这边的话击倒以后人,起来密码机点了呀, 那边大副倒是还能拖一拖,大副倒是还能拖一拖,平,应该是个平,祭司有国命好像,他们要开的是小门才有机会,开的是大门应该没机会,最终还是打个平局, 怎么说呢,我觉得这个天赋真的太平了吧,这个天赋带个传送我觉得还行,但是因为这刀阵容确实比较难打, 快来,我需要帮助,穷者好像不满足于这个平局,因为知道这边没有带,挽留,空军有枪, 但怎么说呢,人家是金生啊,你这把枪就是过去,这个金生本来没地方用的,这个枪过去就是给我用个金生, 祭司这边一个斗,应该是有国命的,祭司应该手里还捏着一个国命,要不然不会这样子过来的, 但这样过来的话,其实风险蛮高的,这风险蛮高的,我觉得使徒这边在等自己下一只猫的CD, 在等下一只猫的CD,这个大副,走不了吧,那怎么走啊, 然后再拉回来,先打一刀,然后晕住, 哈,再晕,哇塞,这防守,这防守, 惊了,这波防守防出了一片, 一片, 撈下来了,没搏命啊, 没搏命,大副挂飞这边空军挂上, 多抓了呀,真的,这种使徒,而且他带的是个金生, 真的没必要这样过来的, 他甚至可以回去, 大副先躺着, 哦,还是要先挂,先挂的话, 这边再放猫拦住, 啊,球者这边, 其实有活命,我觉得都不应该来, 那么这波还是, 想当然的,觉得你没有挽留, 我们可以来试一试, 但其实没有必要的,真没有必要, 这样的话,猫咬中这个祭司, 还有一个跳, 跟上来,好的, 飞轮, 忍住, 天啊, 空军, 空军还想来交枪, 你还想来交枪, 是不是不知道这个使徒是个金生啊, 翻盘打了一个四杀, 这个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值得我们去, 就是那个当做一个案例的, 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, 这种顶级使徒, 真的绝对不要轻视他的一个防守能力, 刚才那波防守, 晕得真的是太漂亮了, 打一刀, 晕住, 再打一刀, 再晕住, 三刀, 晕两下, 完美完美完, 这波防守知道, 两个人来救都没有能够救了, 差一点点没救下来吧, 只能说差一点点, 好的, 那么也是感谢大家的本集, 我们下期再见, 拜拜, 拜拜,